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日晚上 一以多场比赛同时打响 其中一仗的对阵双方为布雷西亚和李贾纳 双方目前在一以中仅差三分 可见两队经济表现相差无几 考虑到最近的状态也比较接近 是一两队或难分高下 布雷西亚近期整体表现并非很好 是关上赵迎波之前 球队处于七轮不胜之中 所幸的是期间仅有二场失利 何局居多也说明球队缺乏争胜利 尽管布雷西亚近仗要面对排名高于几队的李贾纳 但前者并非没有取胜本钱 要知道布雷西亚近六次战李贾纳赢了四场 上季一以的双循环交手前者完成了双杀 心理层面占据住极大的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 布雷西亚阵中不乏射数精湛的球员 已经有五球进仗的FIA就是其中之一 坐拥主场之力时他的表现更好 其中四球在主场作战取得 值得一提的是 布雷西亚经济前七次主场 作战录得了四胜三合的不败战绩 面对李贾纳的来访 布雷西亚显然毫无畏惧 前十四轮一以战罢 李贾纳录得了八胜二和四负的战绩 暂时排名一以前列 与身前球队的分叉不大 令他们看到了争夺本赛 技艺以冠军的希望 李贾纳经济成绩好主要依靠进攻 全队目前共攻入26球 攻击力排名一以第一 李贾纳常采用四三三阵势 基奥云尼法比安和艾尔卡奴图 成为这套战术体系下的受益者 两人经济一以都有四球进仗 后者近三轮还上演连场破门的好戏 状态火热的他将会成为布雷西亚的眼中钉 据统计 李贾纳本赛记忆已曾八次掀开记录 这八场比赛最中路的七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虽然他们课场表现略不及主场 但面对境况平平的布雷西亚足以应付 李贾纳此行至少能立于不败之地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